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怎么样让人生变得不一样 怎么样让你的人生变得是有价值的 你这一生不是只是为了上班而上班 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 也不是只是为了在这个城市能够生存下来 而在这里生活着 你人生上帝在你生命中有更高的目标 有更高的计划 你人生可以变得更有价值 你的今生是为永恒来预备的 阿们 你需要祷告 你需要使用你的五饼二语 使用你有限的资源 时间 人力 物力 财力 投身到神的国 为耶稣所做 做在耶稣的身上 这一切会被带入到永恒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呼召 所以我会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 然后会让你进入到这方面的教导当中 很重要啊 可是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呢 神常常有提醒我 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画面 耶稣在为门徒洗脚 对不对 耶稣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一洗脚 全身就干净了 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洗脚 全身就干净了 这些经文有印象吗 我曾经有讲过这个道 我讲了至少两篇以上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洗过澡了 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宝血遮盖 我们永远是公义的 我们已经被赦免了 我们永不被定罪 当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一切都已经做成了 可是我们在地上呢 不需要每一天继续 继续耶稣上十字架 为你流血来救赎你 不需要 耶稣已经完成了 可是你在地上呢 是需要不断地洗脚 洗澡一次 洗脚 属灵来说 耶稣的宝血遮盖你 已经完成了 但是你还需要在地上 不断地洗脚 用水来洗脚 那洗脚指的是什么 圣经说 那个水代表什么 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除去一切的玷污 除去一切的污秽 所以水借着道 用水 耶稣说 告诉门徒说 要用水来洗脚 全身就干净了 这个水代表的是道 我们每一天需要 被神的道来洁净 我们每一天需要 被神的道来提醒 我们每一天需要 被神的道 重新来释放我们的信心 重新地来建立我们 让我们聚焦在我们公义的身份上面 阿们 我们是需要一直被提醒的 所以这个水指的是道 需要不断地来洁净你 因为当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的脚会沾染什么 尘土 对不对 尘土 记得圣经 尘经怎么讲 蛇是吃什么 终身吃土 当你的脚上有尘土的时候 注意 魔鬼就可以来怎么样 搅扰 攻击 他就可以来给你 制造一些麻烦和问题 所以当 什么叫尘土 是来自世界的 当你很多的思想 观念 很多的看法 当你不断地被世界影响 世界的那些新闻 世界的那些 让人恐惧的事 让人担忧的事 世俗的很多的事情 不属于神的 是来自属地的 来自世界的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沾染你 对不对 在沾染你 你一直看朋友圈 其实也是在沾染你 因为动不动 如果你是女性 你看到的 常常是乳腺癌 子宫癌 你都是这种东西 如果你是男性 看到的都是肺癌 肝癌 你知道吗 你朋友圈 其实有时候刷朋友圈 不是建立信心的 除非你的会友 不你的好友 都是新生命的好友 否则你刷朋友圈 都是建立负面的东西 都是哪里得什么病 哪里出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 每一天在沾染你 它在让你陷入到恐惧当中 它在让你陷入到 担心当中 忧虑当中 你每天读到的 都是这些信息 所以来自世界的尘土 它一直会什么呀 当我们在地上走的时候 我们的脚会沾染尘土 尘土指的是属世的 对不对 是地上的 所以来到教会 需要用水借着道 就是神的话语 被释放的时候 它在洗去这一切 让你一直活在 信心的状态当中 让你一直聚教 耶稣不会偏离 非常重要 阿们吗 哈雷路亚 虽然你已经得救了 虽然你已经被 保血遮盖买属了 但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你是需要常常用道 来洁净自己的 所以是需要一直听道的 是需要一直被提醒的 那上帝也总是告诉我说 不断地来提醒教会的会友 让他们持守 公义的身份和礼物 因为新约基督徒 所有一切的祝福 都是从意义的礼物来的 阿们吗 所以在这个教会 如果你一直有参加聚会 那牧师的教导很清楚 什么叫律法 什么叫恩典 什么叫律法主义 什么叫在基督里 耶稣到底为你做成了什么 什么叫福音 什么叫恩典 什么叫罪 什么叫义 真的 这些都是新约很重要的 根基性的东西 可是今天真的 你问一般的信徒 不要说信徒 一般传道人 他都不明白这个 所以感谢主 有一个姐妹说 我在新生命聚了半年 我说的问题 我原来牧师都不懂 他都没听过 那肯定 你也看你得跟哪个老师 对不对 对 耶稣是我们的老师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这圣经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其实它也是一个脉络 就是罪和义 请跟我说罪 义 你知道罪临到这个世界之后 就带来了一切的问题 对不对 亚当犯了罪 罪就临到了世界 圣经怎样说 地就长出荆棘 极力 对不对 人就要劳苦愁烦 然后疾病就开始出现 咒诅就开始临到 然后呢 贫穷就开始来了 一切的不好的一切 都是因为罪来的 对不对 起先伊甸园里面 没有疾病 没有贫穷 没有咒诅 没有痛苦 没有忧伤 没有劳苦愁烦 一切都是美好的 上帝造的 可是当犯了罪之后 你知道吗 罪临到世界 罪带来什么 一连串所有不好的结果 这是在亚当里 圣经说在耶稣里 他首先来就是 解决人罪的问题 他流的血洗净你的罪 他把他的公义的身份 赐给了你 今天在神的眼中 你是义的 阿们吗 然后一切美好的祝福 是因着什么来的 因着义的礼物来的 所有糟糕的是 因着在亚当里的 这个罪来的 那所有美好的 都是因为义来的 很重要 所以义的根基 是我们生命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根基 是需要一直被提醒 一直被教导 你需要一直领受 一直活在这个状态当中 你说我不管 我就是要医治 如果义的道理 没有听明白 医治很难发生 激活发生也很难持守 我不管 我就是要财务兴盛 请回到义的根基上 这是好事发生的根本 阿们吗 请注意 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你不必求疾病 疾病自然临到 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不必求贫穷 贫穷自然发生 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 抑郁捆绑 自然是属于你的 不用刻意去期待 这些事会自动发生 明白吗 今天同样 你在基督里 耶稣恢复了你什么 在基督里 你是神的义 他恢复了义 你越相信这个真理 越聆听这个真理 越默想这个真理 越持守这个真理 结果呢 很多好事 你还没有求 它自然发生 那些会自然地 轻松地 在你生命中开始成就 我们来看几处经文 好不好 再一次回到这个根基上 然后我要开始 接下来的信息 诗篇十一篇第三节 怎么讲 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 根基啊 义的根基如果被毁坏了 上面一切的建造就没有了 阿们吗 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 是怎么讲的 所限的心面若是圣结 全团也就圣结 树根若是圣结 树枝也就圣结 注意 树根圣结 树枝是圣结的 心面是圣结 全团圣结 然后说树根圣结树枝也是圣结 那个根是什么 那上面的果子也是什么 阿们吗 所以根基很重要 其实 无论是传讲恩典福音的教会 还是传统的 比较律法主义的教会 牧师的目标都是一样 都是盼望信徒活出 荣耀神的属天的生活 荣神义人的生活 但不同的在哪里 根基不一样 而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 正确的根基 一定是在义的根基上 如果没有在正确的根基上 是没有办法带出正确的结果 我再说一次 只有正确的相信 才会带出正确的结果 正确的根基 才会有正确的建造 美好的建造 你知道吗 过去我们在讲台上一直讲罪 可是信徒还是仍然犯罪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做不到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犯了罪 他都知道不应该 对不对 弟兄 你每一次跟你太太吵架 你知不知道不应该 姐妹 你每一次发火 你知不知道不应该 你每一次你都知道不应该 可是 你还是重蹈覆辙 为什么 请跟我说 知道做不到 那知道做到的力量 来自于哪里 根基 你的根基是什么 你是被什么供应 所以恩典是给予你正确的根基 恩典是供应你活出 神要你活出的那一个样式 阿们吗 恩典福音并没有妥协罪 恩典福音并没有说 好的行为不重要 恩典福音并没有说 基督徒可以随便去犯罪 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 就是活出荣神义人 得胜的生活 荣耀耶稣的生活 属天的生活 这一切结果一定是在正确的根基上 我常常说 请听好 司机会开车 厨师会烧菜 罪人呢 就会犯罪 当你是罪人的时候 贪心骄傲 嫉妒恨人 撒谎 那些犯的罪是不用学的 不用教 犯罪是什么 自然的 当你是罪人的时候 你持续犯罪 它是一个自然的 所以为什么在传统的教导之下 每次认罪 认完又犯罪 犯完罪又认罪 你会发现 他其实 他虽然强调认罪 可是问题是 从来没有改啊 问题是没有力量改啊 你每天认罪有什么用 你还是做不到啊 你反而更加 更加什么 给自己一个理由 没事没事 犯了再说 反正神会赦免我 一会儿跪下来 屁股翘起来 赦免我 赦免我 你反而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理由和借口 犯更多的罪 因为你的观念 你的意识形态 都是罪的意识 你的潜意识 全都是罪的意识 所以你知道吗 你的行为 是跟你的思维成正比的 圣经说 人心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如果你的思想 你的意识形态 都是罪的意识形态 你活出来的就是罪 你是罪人的时候 你不用怎么样 他自然就是导向罪 带出来的就是罪 所以耶稣来 怎么来改变你 恩典来 不一样的事 神说 今天你是公义的 你的思维 是义 那同样 当你是罪人的时候 自然就会带出罪 当你今天的思维 被夺回来 是义的时候 带出来的就是什么 义的行为 就是好的行为 阿们吗 非常重要 当你是义的时候 这一切就会流露出来 所以请听好 一定是在正确的身份地位上 我们是用正确的身份地位 来导正我们的行为 不是用我们的行为表现 来定义我们的身份地位 在亚当里你是罪 在耶稣里你是义 因着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 因着耶稣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在亚当里 你改变不了自己 在基督里 你也不会失去义的身份 有人说不公平 凭什么亚当犯罪 我就成为罪了 有人说不公平吗 那我告诉你 同样 今天在恩典之下 更不公平 凭什么 你什么好事都没做 你就成为义 所以在亚当里 在亚当里怎么运作 在基督里 更加如此运作 所以总有人 用行为来平衡恩典 其实等于没讲恩典 如果你能够用行为 来平衡恩典 这是对的 那么我也可以说 在亚当里 我也用我的善行 可以来平衡 我的罪的身份 不可能 阿们吗 所以恩典是恩典 行为是行为 不是一半恩典 一半行为 而是全部的恩典 带出行为 所以恩典和行为 不是并列关系 恩典和行为 是因果关系 恩典带出行为 不是恩典 加上行为换取 哈喽 听明白吗 所以你的思维 是需要不断地 被调回来 回到意义的身份上 回到意义的根基上 思维再次回到 意义的思维上 好事就会在你生命中 不断地开始呈现 格林的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在基督里 这个意是怎么来的 他说 神死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意 这个在讲谁 在讲耶稣 耶稣是无罪的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是一个交换 你的罪转移到了 耶稣的身上 耶稣的公义 转移到了你的身上 所以今天请听好 你领受的是 耶稣那样的公义 你的公义 和耶稣的公义 是一样的 旧约 当犯罪的人 会带着羊羔 来到祭司的面前 祭司会叫他 做一件事 把手按在羊羔的头上 为什么要把手 按在羊羔的头上 旧约是一个预表 旧约是一个影子 那一只羊羔 必须是无残疾的 是完美的 无缺陷的 代表着耶稣 必须是无罪的 如果耶稣有罪 他就不能够来救赎你了 所以这是旧约的一个图画 你知道吗 祭司会要求那个罪人 把手按在羊羔的头上 这意味着什么 手按上去的时候 罪人的罪 就转移到了羊羔的身上 羊羔最后要被杀掉 然后呢 羊羔完美的 无瑕疵的 这个无缺陷的羊羔 代表着是完美 无瑕疵 无欠缺 这个代表着是公义 完美 转移到了这个罪人的身上 上帝就开始接纳他 这是旧约献祭的方式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的罪 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 而耶稣的公义 转移到了你的身上 所以旧约 羔羊的 那个完美 无瑕疵的 那只羊羔 是如此的圣洁公义 旧约是这样 今天耶稣更加完美的神的羔羊 是圣洁的 是公义的 是无罪的 这个已经转移到了你的身上 所以旧约 以色列百姓 祭司是透过羊羔 为罪人赎罪 今天上帝是透过耶稣 来救赎你 上帝是透过耶稣 来看待你 今天上帝看你 不是直接看你 祂是透过耶稣来看你 请听好 这就是十字架 上帝的公义圣洁 和上帝的慈爱 怜悯 完美的什么 相遇了 这就是十字架 所以神不定你的罪 不是因为神没原则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不理解恩典 他认为说 你们讲恩典嘛 就是把神讲得很宽松了 好像把神嘛 讲成是一个 和而可轻的 这个脾气 很好的一个老头子 然后什么都点点头 点点头 点点头 然后都是笑容 你们讲恩典的 就是把神讲得 很宽松 无原则 然后罪也不管 很多人认为 你讲恩典是把神讲成这样 其实你根本没有理解恩典 神的圣洁公义 祂的威严 永远不会妥协 不会改变 神要失去了圣洁公义 宇宙就崩溃了 所以神永远是圣洁公义的 罪必须要被惩罚 被审判 罪必须要有恶果 不会改变 但是神的慈爱怜悯 祂爱你 祂要救你 如果完全照着 祂的圣洁公义来对待你 没有人能够存活得了 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所以祂让祂的耶稣 来到地上 担当你的罪 成为人的样式 就是跟你一样 你的罪转移到耶稣的身上 耶稣为你赎罪 所以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受了咒诅 祂受了鞭打 祂受了审判 神一切对罪的惩罚 烈怒 全部都落在了耶稣的身上 耶稣仿佛就约那一只献祭的羊羔 被烈火烧尽了 耶稣说成了的时候 上帝的公义圣洁 在耶稣身上已经得到了满足 上帝对罪的惩罚和审判 已经得到了满足 所以今天注意 你是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 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说在哪里 一定有一个前提 是在基督里 为什么一定要在基督里 因为有人替你买单了 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奥秘 福音是一个奥秘 它需要启示才能够明白的 所以什么叫恩典 恰恰是因为神的公义 今天他必须用恩典来看你 称你为义 不是因为神的匡荣 无底线了 无原则了 然后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原谅你放过你 不是 恰恰是因为公义 无妥协的上帝 因为罪已经在耶稣身上 被惩罚了 被咒诅过了 他不能够再咒诅你 否则他就不是公义和圣洁的 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叫什么 一罪不二罚 这个罪已经受了该得的惩罚 不可以再被惩罚第二次 否则就失去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明白吗 所以上帝今天为什么要称你为义 为什么今天你是在恩典之下 是因为神的公义 耶稣已经被惩罚过了 耶稣已经付上代价了 神必须称你为义 否则他就不是公义的上帝 神不能够撒谎 他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 明白吗 这是恩典的精神 这是真正恩典的内涵 哈雷罗亚 所以今天你说我是公义的 记住 不是因为上帝对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网开一面 你说你是公义的 恰恰是因为神的公义圣洁 不能够改变 他必须称你是公义的 阿们吗 因为耶稣 这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上帝今天透过什么来看你 耶稣来看你 透过什么来对待你 耶稣来对待你 因为你得到的是 耶稣那样的公义 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四节 怎么讲 这一讲得很清楚 你今天得到的是耶稣的公义 耶稣得到的是你的罪 在十字架上已经惩罚了 死了埋葬了 第三天复活 这个已经结束了 那你呢 领受的是什么 耶稣的公义 圣经怎样讲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 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你得到的是耶稣那样的公义 你得到的是耶稣那样的圣洁 新约这是一个礼物 是一个赏赐 不是靠着你的表现赚取来的 也不会因为你的表现状态 而失去它 它是永逸 圣经说是永逸 是所赐之意 这个是一切祝福的根源 耶稣在地上是怎么教导我们 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三四一到三四三节 你知道吗 这位上帝他非常关心我们生活中的需要 所以基督的信仰是落地的 不是每天讲一些奥秘的事 然后家庭不管 婚姻不管 工作不管 孩子不管 吃喝拉撒不管 生病也不管 神不是这样的 OK 哈喽 信仰是落地的 所以上帝关心你的一切 上帝关心你的健康 阿们吗 上帝比你自己还关心你 连你的头发他都数过 你的头发有数过吗 你地上的父母在爱你 如果你今天回家的时候 妈妈你帮我数一下 我有多根头发 妈妈说 去 妈妈会生气的 在爱你的妈妈 他都不会为你数头发 可是天父会帮你 数算你的头发 他关心你 所以记得 神关心你的生活 他知道你今天 面对的是什么 他知道你的担心 知道你的害怕 他知道你的忧虑 他知道你不想死 他都知道 所以信仰是落地的 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非常重要的经文 耶稣在地上怎么教导 怎么让上帝属天的供应 释放在你地上的生活当中 来看他说 所以不要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个就是生活一切所需要的 吃喝拉撒都包括在里面 衣食住行都在里面 健康财物都在里面 没有健康了 吃也吃不了了 喝也喝不了了 对不对 没有财物供应了 哪来的钱吃啊喝啊 对不对 坐经见走了 哪来的供应穿啊 对不对 然后圣经三十二节说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说明什么 天父关心你 那下面来了 重点是 怎么落地 怎么样能够在地上经历上帝属天的供应 超自然的供应 看得见的发生 基督徒不要每天飘在空中 每天说一些很属灵的话 地上的问题从来都解决不了 圣经三十三节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 上面的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上下文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现在你要搞清楚 对于神的国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你知道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有很多的事情 第一样是什么 来看这里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上帝的国当中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关于公义 各位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人 感谢主 上帝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公义 公义是哪里来的 不是靠你自己的修行表现 修起来的 不是修道成佛 修不了的 公义是哪里来的 赏赐来的 从耶稣身上来的 白白的得到的 这是恩典 所以神的国第一样东西 就是你要领受公义 你要明白公义 你要持守公义 然后呢 第二样是什么 和平 和平就是平安 所以亲爱的兄弟兄姊妹 平安来自于哪里 平安来自于公义 你对公义的真理 对这个公义的礼物 你认知有多少 你对公义的礼物 理解有多深 就会决定 你享受到的平安有多深 享受到的平安有多少 哇 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离开了公义 真的我们需要一直调整的 坐飞机的时候 你是公义的 所以你才会有平安 当你看到朋友圈 很多人刷各种绝症的时候 你是公义的 这也在必不临到你的身上 几乎你来到教会之前 有这种问题 你是公义的 上帝也要帮你摆平这一切 他不会让你英年早逝 你要活着日子满足 荣耀耶稣 你要有一个期待 不是等死 你要活着见耶稣 哈利路亚 阿们吗 所以平安是来自于哪里 公义 然后下面说圣灵中的喜乐 那个喜乐 来自于公义 如果我没有时间 我再让你看一些经文 安息 最深的安息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公义 真的 神告诉我说 我们对公义 理解有多深 就会 取决 就会决定我们 那个安息有多深 哈利路亚 太重要了 他的义 所以 马大福音六章这里说什么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 这一切东西是一切的需要 阿们吗 医治 财务 突破 美好的婚姻 家庭 好的机会 好的工作 公义 这一切才会成就 阿们吗 最后一节经文 真言书十七章第十五节 定恶人为义 定义人为恶 这都是耶和华所证悟的 什么意思 你已经是公义了 在基督里 你已经是公义的 但是如果你还是一直 定自己有罪 这就是可证之事 当你与神的看法一致的时候 情况才会有改变和翻转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不断地拉回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知道属灵征战是什么 属灵征战不是让你 跑到哪一个深山老林里面 跟魔鬼打仗 你知道 很多牧师讲属灵征战 都是搞外战 据说八十年代 灵恩派他们 强调属灵征战的时候 都怎么征战 坐直升飞机 到空中跟魔鬼打仗 跑到某一个庙宇门口 在那里进食 在那里征战 不要搞外战 真正魔鬼是在你思想里 所以圣经说什么 要攻破坚固的银垒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夺回 都带入到基督的顺服 所以属灵征战在哪里 不是在外面 属灵征战是在你的思维里面 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是面对属灵征战 是在你的思维里面 不是靠着自己冲上去跟魔鬼打 魔鬼在哪里 看也看不见 怎么打 在你的思维里面 魔鬼进入 也就是进入到你的思维里面 圣经说 犹大把卖耶稣的意思 对不起 撒旦 把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了犹大的心思当中 哪里 心思里面 所以那个战场是心思的战场 夺回来 属灵征战就是 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看法 跟神的看法一致 阿们吗 这就是属灵征战 你知道征战结束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你赢了就会有战利品 古代打仗 赢了之后 对方的牛啊羊啊 扑币啊 马啊 驴啊 金银啊 财宝啊 都是战胜的那一方的 对不对 每一次的属灵征战 赢了之后就有战利品 所以圣经为什么说 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 打败他这一桌都是你的 赢了是有战利品 所以每当你调整你的思维 不再顺服错误的东西 而是顺服神的话语 跟神的看法一致的时候 属灵征战你赢了 然后接下来就会有战利品 好事 祝福 阿们吗 非常重要 调回来 在这个根基上 魔鬼总是让你惧怕 魔鬼总是让你各种担忧 魔鬼总是让你看环境 魔鬼总是让你听负面的声音 总是让你看一些外在的东西 你要把自己的思想意念拿回来 跟神的看法一致 哈雷罗亚 你是公益的 你是被供应的 你是健康的 你是有恩宠的 你是被爱的 你是被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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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拣选的 你是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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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二的 你是天下天下无双的 你是不一样的 他已经为你设计好了一切 好事就要发生 神对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 哈雷罗亚 当你夺回来的时候 跟神的看法一致 好事发生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听道 我们信了耶稣就已经得救了 为什么还要聚会 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 不是来这里报道 不是为了来聚会换取永生 不来聚会下地狱 那都是律法主义邪恶的教导 你为什么要来聚会 你来聚会就是不断地 要让自己的思想意念 跟神的看法一致 跟真理一致 哈雷罗亚 在意的根基上 我们要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这是我今天 下面这一部分的信息 要跟大家来讲的 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 再说一次 你已经是公义的了 你也不断地调调调调调 然后你也越来越蒙福 蒙福起来干嘛 不断地财务兴盛 兴盛起来干嘛吗 干嘛呢 带到棺材里面去吗 兴盛起来干嘛 我问你 对啊 这个问题也得思想 你贫穷的时候 你会希望有钱吗 有了钱之后干什么 你人生目标是什么 你每天说 我要被提拔 我要被提拔 但你到了那个位置上 你要做什么 这是我下一步要分享的 恩典之下 稍微更进一步好不好 也是未来的这一年 我相信 这个教导对你很重要 你需要成熟起来 阿们吗 当你很小的时候 一个小孩子 在家里都是在领受 对不对 爸爸妈妈为他做一切 可是当你不断长大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爸爸妈妈心里在想什么 你就能够来体会父母的心 你就能够会说 要为家庭承担一些事情 这不是律法 这不是要求 而是当你的声量 当你的看法 当你对真理的理解 当你对主的认识 越来越被提升的时候 当你成长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些看见 阿们吗 我再说一次 你小的时候在家里都是领受 你是被养育的 当然你今天长大的时候 你就会对家庭有担当 你就知道说 父亲到底在想什么 父亲希望你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成长 每一次来聚会 牧师讲得很棒 今天又穿新衣服 好看 拍张照 好 回去 下个礼拜又来 很棒 我是公益的 哈利路亚 结束又回去 没关系 就先这样 可是你两年之后 三年之后 五年之后 剧王会拍拍屁股走人 其他的什么就没了 不不不 神在你生命中 还是有呼召的 每一位 今天我要对你说话 神在你生命中 是有呼召的 祂是有新意的 爸爸把你养大 不是每天就是 爸 我要吃饭 我今天要吃面条 我要牛肉根 我要喝奶茶 没有问题 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冰箱里随便的 但是爸爸对你是有新意的 爸爸要培养你 考清华北大的 爸爸是要你 爸爸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要对全村人做出贡献的 对你是有期待的 对不对 爸爸是有期待来培养你的 这个时候就不是要求 其实也是一个回应 也是一个回应 而是一个 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的 阿们吗 当你的今生 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 你的今生就是为永恒预备的 这是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 这就是神让我们在地上存留的目的 阿们吗 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段旧约经文 免得说我都不讲旧约 OK 尼西米记第一章 我们来看几段经文 OK 尼西米记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要讲一个人叫尼西米 请跟我说 尼西米 他是一个职场人士 OK 那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请听好 一般来说的比例 100个里面 99%都是在职场 只有一个是在教会 平均100个人里面 99%在职场 一个在教会 按这个比例来说 大概是差不多 我们教会 所有的加起来 我们的会友 跟我们全职同工 基本上成真别的 这是一个规律 OK 那 那我们知道说 七座三嘛 什么 宗教 政治 艺术 媒体 文化 商业 教育 就 职场 都是叫职场 还有家庭 就 所有的人都是在不同的领域 你从事什么的 你都是在不同的领域 对不对 当然牧师呢 我不是娱乐圈的 OK啊 我是 叫牧的 别被我外在 欺骗了 我不是娱乐圈 OK 我不是男装导购 Hello 我不是 服装 做服装的 OK 就是说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 对不对 都在不同领域嘛 阿们 那99%的人是在不同的领域 你说我全职做妈妈 那你的领域是在家庭 那是你的领域 如果你是老师 你就在教育 如果你做生意 创业 你就在商业 你上班工作 你都在职场 如果你是官员 你就是在政治 对不对 你都是在不同的什么 领域 艺术 对 艺术就包括娱乐圈 包括什么 影视圈 然后呢 音乐圈 这些都是艺术的范围 那尼西米呢 是一个职场人物 他是在职场里的 他不是在圣殿里服侍的 祭司或者立位人 OK 那我们常常说 在教会全职的 就是祭司和立位人 12个支派 只有一个支派 是立位支派 其他的都是 立位支派是专门分别出来 来什么 单单的在圣殿来服侍神 剩下来的11个支派 都是在不同的领域 阿们吗 但是在神的眼光和心中 一样都是神的选民 阿们 神的心意是美好的 那我们简单来说 尼西米啊 我们来挑一些经文来看 大概了解一下 当时的背景 好不好 第一章的 第一到第四节 哈加利亚的儿子 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亚达薛西王 二十年 基斯柳悦 我在苏山城的宫中 这个人是在宫中的 那时 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 同这几个人从犹大来 我问他们 那些被鲁归回 剩下逃脱的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鲁归回 剩下的人 在犹大省 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话 尼西米听见这话 他在宫中听见这话 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 净时祈祷说 来看下一段 十一节 一章十一节 一章十一节 我们来看 一章十一节 我们挑几节经文来看 下面来看 尼西米一章十一节 他祷告怎么说呢 主啊 求你策 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敬畏你名 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现今横通 在王面前蒙恩 我是坐王久证的 尼西米是一个官员 他是什么 久证 他是一个久证 久证差不多是国王身边 最亲近和信任的一个进程 因为国王吃的 那个喝的东西 是由他来负责的 别人要下毒的话 所以他都是要先过滤 先喝 茅台他先喝一口 再国王喝 是这样子的 然后确保有没有下毒 披霜啊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 王的进程 他是一个在宫中 在宫中 侍奉的一个官员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章 四到第五节 王问我说 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莫倒天上的神 我对王说 仆人若在往眼前蒙恩 王若喜欢 求王差遣 我往犹大 到我列祖坟墓 所在的那城去 我好重新建造 再来看第二章 十七到十八节 以后我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了吧 来吧 我们重建 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我告诉他们 我神 施恩的手 怎样帮助我 病王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 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 做着善功 最后一处 第二章二十节 第二章二十节 最后一处 二章二十节 我回答他们说 天上的神 必死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你们却在耶路撒冷 无分无权 无纪念 好 故事的开始 是尼西米 听到了他的兄弟 哈拿尼 从很远很远的 耶路撒冷回来 当时他是被掳到 巴比伦的 在王宫里的 千里之外 真的是千里之外 他的弟兄哈拿尼 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呢 就描述了 整个耶路撒冷的情形 城墙倒塌 城门被火 封烧 那圣经说 尼西米听见了 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然后就在 神的面前祷告 他这一祷告 就差不多 祷告了四个月之久 尼西米 迫切地祷告 得到了上帝的 回应和应允 于是上帝感动 当时一个叫波斯王 特别批准 他回到耶路撒冷 并且支持他 支助他 重修城墙 恢复圣殿 所以圣经大概的背景 是这样子的 那结果呢 是非常美好的 尼西米 居然完成了这件事情 所以才会有 圣经的什么 尼西米记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来讲 这个人物呢 也是我新的一年 对教会的会友 也对每一位 在听恩典福音的人 其实我觉得 这个故事 让我是非常感动了 我要从中 有一些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人的经历 其实是非常传奇的 请听好 上帝要让你的人生 成为传奇的人生 你不是平平淡淡的 你是传奇的 你的人生 就是一本故事书 精彩的故事书 上帝是最好的导演 哈雷罗亚 你要扮演你的角色 会非常的精彩 阿们吗 那我要从这个 尼西米的整个经历 整个历程 如果有时间 你回去来看 这一整卷圣经 简单说就是一个 非常平凡的人 最后完成了 伟大的事情 就是简单说 然后呢 有了尼西米记 一直到今天 我们还在读他的故事 非常精彩 如果你去看 圣经中有很多 这样的故事 以斯帖也是一样 一个弱女子 结果拯救了什么 整个民族 到今天也被什么 千古歌颂 对不对 现在还在纪念他 尼西米也是如此 以斯拉也是如此 圣经中很多 这样的人物 请听好 我们每一个人 人生都有一个 神的计划 你的人生是精彩的 上帝已经为你设计好了 他拣选了你 不要轻看自己 非常重要 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 都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阿们吗 那简单 我会跟大家来讲 三个方面了 为了让你思路更清晰 我直接说 我讲三点 第一点 是一个以神国为念的人 第二 是一个祷告的人 第三 是一个 有神帮助的人 特别不一样 我再说一次 你会看到三方面 第一 是一个 以神国为念的人 这个人很特别 他是一个 以神国为念的人 怎么说呢 从圣经的背景 我们大概知道 尼西米时代 距离以色列王国 已经170年之久 17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已经是第三代 第四代的波斯犹太侨民 也就是说 在他爷爷 或者爷爷的爸爸的那一代 就被掳了 从耶路撒冷掳到哪里 掳到波斯啊 巴比伦去了 他已经是第三代 第四代 170年过去了 就像今天你到了东南亚 很多国家 你看到那些华人 东南亚倒还好 你到了美国 很多地方 你看见那些 看起来跟中国人一样 其实不会讲中文 为什么呢 他都是爷爷的爷爷 就已经来了 那尼西米就是一个什么 波斯犹太侨民 距离以色列王国 已经170年 他是第三代 或者到了第四代 从小 他是在波斯长大 可能他从来 没有去过犹大 也从来没有见过 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 也可能他都不太会说 希伯来话了 犹太的耶路撒冷 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遥远 很遥远 很遥远的地方 不但如此啊 我们再来看 一章第十一节 刚才来看 我是坐王九镇的 你可以想见啊 尼西米是一个 被炉之人的身份 没有背景 对不对 没有靠山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是经过多少的努力 好不容易 才能挤入当时 所谓的上流社会 进到那个阶层 他成了一个官 很不容易的 所以尼西米 他现在是位居帝国权力的中心 住在舒适的王宫里面 有一份非常可观的收入 丰富的地位 崇高的职业和工作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切都很安逸 一切生活得很好 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好 还可以经常见到王 对不对 经常王喝的 那个多少年的拉菲 他也可以品尝一下 他的生活过着 非常的逍遥 各种酒会 各种舞会 各种派对 各种名流的聚会 他都可以参加 按人来看 要地位有地位 要收入有收入 要婚姻 美好婚姻 要家庭 家庭和谐 他要什么都有什么了 人生有人说四个子 妻子 房子 还有什么 票子 还有什么 孩子 该有的他都已经有了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不是他人生的全部 一节经文就改变了他的一切 尼西米基一章第三节 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 就改变了他的一切 打乱了他的人生计划 他开始出现了人生转折 来看一章第三节 他们对我说 那些被掳归回 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圣经说他坐下哭泣 这一幅图画 耶路撒冷城门城墙被毁的图画 在他的脑海当中浮现了 这一幅画面 接下来就打乱了尼西米的生涯规划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接下来就开始变得不一样 他开始卷入到 这一件荣耀的神国度的计划当中了 我再说一次 亲爱的兄弟妹 有人说啊 人生是分上半场和下半场 上半场有人说追求成功 名利 事业 金钱 下半场要追求什么 价值和意义 其实整个人生都应该追求价值和意义 尼西米的上半场 其实已经非常成功了 该有的外在他都已经有了 但是他内心有一个不满足 他内心有一个空虚 他内心有一个渴望 他知道 虽然现在该有的都有了 但那不是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投入到神的国度当中 才会有真正的价值 跟神的旨意计划联系在一起 才会真正的有价值 进入到他人生的呼召和命定当中 才会有真正的价值 所以尼西米这个时候 当他看到这一幅 国度的需要的这幅图画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开始进入到 神荣耀的计划当中 他要开始追求价值和意义 他不再追求财富了 他也不再停留在外在的那一界上 他开始转向价值和意义 尼西米开始知道 九正不应该是他人生的全部 他不是为了做九正而做九正 他应该是为了神的国而活着 为了神的旨意而活着 为了神荣耀神 而活着 所以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景况的时候 神的百姓遭遇大难受凌辱 他的心被激动 他想到的是百姓 想到的是神的国 神的城 所以他已经无法再好好的在宫中生活 他心里只有一件事 我就是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投入到神国度的计划当中 才是我人生真正的价值意义所在 我前两天收到一个信息 我非常感动 我一个童工 我们很棒的键盘手 他去年因为生孩子回到老家了 其实可能当时也犹豫过 要不要再来上海 毕竟上海压力很大 在这里可能都是没有依靠的 在这里是没有安全感的 在这里是随时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局的 因为在这个城市混下来是不容易的 可是他给我发信息说 当他在家里带孩子 每天喂喂奶 然后呢 醒了逗一下玩一下 然后又睡 睡醒了又喂喂奶 他开始思考人生 他说 我这一生就是为了带个孩子吗 我是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吗 我那么多年的专业键盘呢 如果只是为了带个孩子 如果只是为了回到老家 做农村妇女 我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来学这个呀 我这个学起来干什么 在传统教会也没有人欣赏你这些 只有在恩典的教会 牧师如此欣赏敬拜 重视人才 他突然之间说 兵目 我过了年 我想来上海继续服侍 虽然一边服侍 一边带孩子 会很辛苦 但是他说 我只希望 让我的人生 更有价值和意义 我要跟教会的复兴 联系在一起 我要跟神国的计划 联系在一起 我要进入 神为我预备的计划的 那个命定和旨意当中 我不要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 哇 我非常感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 真的 真的是如此 我自己本人今天也非常坦诚地跟大家讲 今天我太太跟我孩子也在 其实按我的肉体 我不想要在这个城市 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太漂泊 到了在这里才知道 有人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关小 到了这里我才发现钱太少 在小地方可能几十万就可以买一套房子 在这里 洗手间厕所 买不过来的 我发现这里的社保 好像比老家不知道要贵多少 消费 随便感冒 生个病可能 一千块八百块就弄掉了 随便超市逛一圈 提几袋 卫生纸回来 一结账已经两三百了 你会发现生活是很不易的 按我的肉体来说 我真的是不想要在这里 我就在老家任何一个传统教会 混混日子 拿一点薪水 我还是他们受喜欢的讲员 以我的聪明伶俐 我是能混得了的 游走在那些玩手段的人中间 还是能混的 但是这不是我人生的全部 四年前我就有意向 我要开头教会 我看到中国教会的荒凉 我看到说 神的教会不应该这样子 讲台释放的信息 不应该这样子 当我领受到恩典 我知道说中国教会是需要恩典 当我在讲恩典之前 我知道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知道的 当我讲恩典 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 当我讲恩典 我知道很多跟我原来关系 比较好的 一定是开始远离我了 我原来的资源 全部都用不上了 自己把自己的计划打乱了 自己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但是我知道 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的计划 这是祂的命定 这是祂喜悦的 这是祂呼召我要进入的 所以我不后悔 再让我选择一次 还是在这个城市 继续建立教会 继续传讲神恩典的福音 所以尼西米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好不好 他是一个波斯王宫里的酒阵 为什么要转入到这些事情当中 搞不好还要被砍头 免职 对不对 他只有风险 他只有压力的 他只有挑战 可是他知道 这是神的心意 他知道 他做酒阵 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 而预备的 他知道 神把他放在这个领域 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为了 要成就神美好的心意 所以 他可能跟老婆孩子商量一下 不管了 我就是要 进入到神的心意 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有价值观的人 有价值观 在圣经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人 还有很多很多 为什么在人看来 做一些 很傻 好像觉得不可思议 看起来对自己也没什么益处 可能还有害 甚至有危险 但是因为神 因为耶稣 他们愿意来做 当一个人 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 他就可以超越 我的层面 我的未来 我的前途 我的好处 我能得什么 他要追求的是 神的心是什么 神的心意 成为他人生的目标 哇 尼西米就是这样 哈雷路亚 所以尼西米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以神国为念的人 他知道 九正不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 我的人生目标 活着不是为了做九正 九正只是为这个时间来预备 所以 挣钱不是你的目标 挣钱挣过来干什么 这是你应该要思考的 活着不是为了上班 挣那一万两万 三万四万五万 当然钱很重要 但你的目的不是为了钱 钱只是有需要 但钱不是你人生的全部 你的人生也不是为了还贷款 还贷款 还贷款 一直在还贷款 贷款没还完 耶稣已经来了 你也不是为了做经理 要爬上去 然后从小职员爬到副经理 爬到总经理 你不是为了这个位置而活 姐妹 你也不是为了要生一个孩子而活 不会生的时候想要生 生了女儿又想生儿子 你也不是为了哪一个男的而活 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阿们吧 你在地上上帝预备你 会有好的婚姻 除非你有独身的恩赐 否则的话 你要相信神给你预备 是有好的婚姻 但记得 婚姻不是你的终极目标 如果你认为说 我结了婚之后 我才会快乐 我跟你说 结了婚之后 你会更不快乐 如果你认为说 只要我结了婚 一切都会好的 我跟你说 结了婚是你灾难的开始 没没没了 所以有人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有一定道理 但我一定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结了婚问题更多 没结婚一个人的问题 结了婚两个人的问题 生个孩子三个人的问题 还有两家人的问题 当然 我不是叫你不要结婚 但一定要搞清楚 结婚有这个需要 但不结婚也不会死 明白吗 有这个需要 但你不是为了婚姻而婚姻 不是为了某一个男的而活 你是为了耶稣而活 当然作为大龄女青年 上帝为你预备一个合适的男士 有这个需要 我再说一次 但你不是为了那个男的而活 他叫你放弃信仰 我放弃信仰 他叫你别信耶稣 我不信耶稣 他叫我别去教会 我就不去教会 你完蛋了你 你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我跟你说 到最后他也不要你了 有一天你一定会失望的 所以人生活着是为了什么 尼西米他知道 他活着 他做酒证 就是为了神的心意 阿们吗 他就是知道 神是要借着他去重建 那一群灰心绝望的百姓 我再说一次 今天的你我 神已经按着他的主权 特别的拣选 安排 在你的工作 位分 环境 关系上 这屋都是神给你的资源 为要共同完成神国的计划 你是一个属神的人 如果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接下来你会看到 非同反响的影响力 会在你的身上 有一个基督徒作家 叫伟约翰 说一句话 他是这样讲 他说 神安着他的主权 早已把尼西米 安置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为要重建这一群灰心的百姓 而一个回应神的人 将带来极大的影响 请听好 下面我要告诉你 当然 尼西米可以继续 舒舒服服的 在皇宫当中做酒证 他继续可以舒舒服服的 每天几杯拉菲 或者威士忌 就这样安逸的过一辈子 但是就没有尼西米剂了 我坦白地跟你讲 如果我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 传讲恩典 那就没有什么小兵这个人 可能是一个叫礼兵的 或者叫流兵的 叫大兵的 正在被神大大的使用 坦白来讲 各位同工 如果你不愿意在这个教会委身 我坦诚地告诉你 比你更优秀的人 已经在等着你了 上帝在呼召布永康 在非洲传福音之前 上帝对他说 你是我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找的人 前面两个都拒绝了 他说你去非洲 传福音你愿意吗 他说你是我 应该是第三个找的人 但前面两个都拒绝了 布永康说 千万不要再去找下一个 救我 救我 然后上帝借着布永康 在非洲做了非常伟大的事情 如果尼西米不回应 可以 但是就没有尼西米记 也没有耶路撒冷 这一段伟大的故事 当然没有尼西米 神绝对会兴起另外一个人 因为神要做的事 一定会做成 你不做 上帝找其他人来做 你不奉献 上帝找其他人来奉献 你不服事 更优秀的人 在等着排队要服事 你不做招待 你别以为没人做 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做招待 所以你做招待 不是贬低你 你做招待 是神给你的恩宠 那么多人就你做招待 那么多人就你几个穿绿衣服 以自己为骄傲 以自己为荣 以神给你的工作 为荣耀耶稣 哈雷罗亚 阿们吗 来看尼西米记 第二章二十节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二章二十节 他怎么讲 他说 你们却在耶路撒冷 无奋 无权 无纪念 你们若不参与 就在无权无分 无纪念了 尼西米懂得这一点 其实《仪式贴记》 来看四章十四节 也是这样讲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避之灭亡 当然放心 今天你不在律法之下 你只是 你不服侍 你不参与 你继续过自我的人生 你继续以自我为中心 放心 不会失去救恩 你也是公义的 你也是义人 但你是一个比较 比较失败的义人 比较不怎么好的义人 不是那么荣耀的义人 所以你不会灭亡的 放心 然后下面 这个是旧约 但是那个精神 你可以掌握 他说 胭脂你得了 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上帝第一个机会 是给以色帖的 如果以色帖不回应呢 其他的人会回应的 上帝有的是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 尼西米 一个被神使用 被神恩高 这样的一个人 被神兴起 他一定有一个前面的条件 以神的国为念 以神为念 以神为中心 神是他的中心 我们今天可以在信约 我们说以基督为中心 基督成为你生活的主导 无论你做老师 做医生 做律师 你上班 你经营一个生意 你是家庭主妇 记得 基督成为你的主导 你拿的人生规划 是围绕上帝的国 围绕基督 阿们吗 你计划的是神的国 为神的国而活 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要完成神的国 你人生的存在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 愿你的旨意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天上没有拦阻 地上有拦阻 我们来看耶稣好不好 来看路加 我们来看路加 第二章四十九节 好 好 来看 二章四十九节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 岂不知我应当 以我付的事为念吗 弟兄姐妹 你每天挂念的是什么 你想的是什么 你计划的是什么 耶稣说 祂的人生不是自己的人生 耶稣说 我人生的目的 就是为了完成上帝的心意 我也相信 这就是尼西米的心智 我有时候非常感动 有人就是因为 要去一个好的教会 从其他的城市 举家来到上海 当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非常感动 他回答我 他说牧师 在哪里都是挣钱 不如在上海挣钱 为什么 这里有我喜欢的教会 这里有我可以 每周得到供应 领售的一个地方 可以去 还有一个年轻的弟兄 今天晚上应该不在 他说 我在哪里都打工 我不如在上海打工 他说 我不要离开 今天有一位小姐妹也在 他妈妈跟我说 他说希望他的女儿 能够在上海 离上海近一点 至少可以来上海聚会 我还收到一个见证 一个小女孩 读高中的时候就祷告 考大学 我要考上海附近的大学 他就是因为要来教会 这些观念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人生为了什么 你是否以神的心为心 是否以基督为中心 以父的事为念 结局我要告诉你 今天提前告诉你结局 上帝没有亏待你心米 哇 更加的大放异彩 那今天对我们 有一个调整和学习 亲爱的兄姐妹 这不是律法的要求 这是心被恩赶 这是被恩典推动 这是你属灵里面的成长 你更轻地看到人生的表杆 不要让你的光阴虚度 不要让人生白活 不要让资源浪费 有人说 我什么恩赐都没有 我要是个官员就好了 我没有恩赐 别忘了 神把每个人都已经放在 他要你在的那个位置上 你今天所在的位置 就是神把你放在哪里的 每一个人 你记住一点 上班为耶稣上 以耶稣为优先 教会有培训 赶紧报名 明白吗 很重要 上班的时候你记得 我在为耶稣做 我领受恩典 我就会影响身边的人 我会做光作业 你可能在一个公司 上了十年 钱没捞到太多 位置也没提升 最终说不定 你影响了某一个董事长 那个董事长 影响了几万个员工 天堂上 那几万个灵魂 都跟你有关 你一定要知道 人生的目的 神的心是什么 阿们吗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我知道你挣钱 很忙很忙 没时间 但你的优先次序 要重新规划一下 我看到很多人是 有空 我就来教会 没空 我就做我要做的事 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是 有空 我就来教会 没空 也想办法来教会 再没空 我都要来完教会 再去做事情 人生规划 不要轻易地错过 一场信息 不要轻易地错过 一次教会 神同在的聚会 多玛 还记得多玛吗 多玛 还记得吗 耶稣第一次 显现的时候 多玛不在啊 所以多玛才会说 我不信 他已经复活了 除非用我的手 探探他的内旁 摸摸他的什么 钉横的手 多玛 就那一次不在 估计那一天 表哥从外地来他家了 喝酒 搞忘记了 这个应酬 那一天就没在 就失去了一次亲眼 见到耶稣复活的机会啊 所以今天晚上 没来的人 我替他感到可惜 他就又失去了 上帝调整我们心思意念 调整我们人生的 这个目标的 这么好的一个信息 调整我们的人生 变得更有价值的 这么一个信息 非常重要 阿们吗 亲爱的兄姊妹 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 真的很重要 你要搞清楚这个 然后你会变得不一样 目标 你要清晰地看到 人生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再说一次 所有听恩典的人 你每天要财富 每天要健康 命那么长干嘛 命那么长干嘛 每天都是自我为中心 活着 你活那么久干嘛 浪费粮食 对不对 你活着要干什么 每天我要财富新生 我要新生 新生起来干什么 你个铁公鸡 打你三拳 也掉不出半个铜板 多一点给你财富 你就多一次犯罪的机会 每天贪心 输钱 我有多少 我有多少 圣经都忘光了 每天提升 提升上去干什么 我很厉害吗 要表达我很厉害吗 自我炫耀吗 所以目标搞清楚 接下来 人生就变得不一样 在尼西米记里面 接下来你会看到 哇 很有意思 那个戏剧性的 然后你看到 那个就是 上帝的 那个在他身上的 供应和祝福 就更加明显 就更加明显 OK 那请听好 今天 今天 我们会问说 我能做什么 我有什么 我们同样也会觉得说 面对 面对整个 灵魂的需要 我们是何等的渺小 对不对 我们感叹我们的渺小 我们能做什么 我也相信 尼西米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当他听到犹大 那个城墙倒塌 城门被火焚烧 百姓受欺压 凌辱 如果你是尼西米 你认为你能做什么 感叹一下 流两地眼泪 可能同情一下是可以 但远在遥远的苏山城 对于犹大省耶路撒冷 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即使它是一个酒镇 只是 在那个宫廷里面 也只是一个小关了 起不了什么作用 去耶路撒冷困难有多大 在人看都是不可能的 政治因素 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耶路撒冷城 曾经因为背叛而被拆毁 还有国际因素 周围的那些国家 如果回去重建城墙的话 他们不会允许他们经过 他们不可能 无视以色列重建他们的家园 因为一直是跟以色列 对着干的 还有庞大的经费 人力 需要 想想真是不可能 尼西米能够做什么 但尼西米做了一个决定 他说 我不管 我愿意回应 他就回应神 你不要轻看自己 我在圣经里面看到 乃曼将军 是怎么来找到 那个伊丽莎 求麻风病医治的 一个小使女 被掳到 被掳到那个亚树的 亚兰 乃曼 乃曼的家里面 曾经有一个 以色列的小使女 被掳走 给他老婆做丫鬟的 就给他介绍 以色列的神 一个小使女 上帝使用他 五饼二语 叫五千人治保 你的每一次的服事 你为主传的每一个福音 你带来的每一个新朋友 神都要在中间做工 为神的国 你投入的一分钱 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人生的目标 非常重要 所以神就使用它 神就翻转它 也借着它做了大事 阿们吗 最后我要在这里 跟大家来分享 这一间教会 今天你来到的 这一间教会 它绝对不是 这一群人在一起 嗨下自娱自乐 这一间教会 是有神的心意的 我们已经影响了 无数的人 还在继续 所以神在这个教会 是有计划的 所以新的一年 一起跟着教会成长 聚会的时间 雷达不动 钱永远挣不完 班永远也上不完 班永远也加不完 再不聚会 耶稣都要来了 对不对 把耶稣放在第一位 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一起来装备自己 教会的各种学习 报名参加 各种培训参加 聚会多来啊 聆听啊 预备自己 上帝要使用你的 阿们吗 把你的资源 各位中间 IT的 把媒体施工做起来啊 专业技术不用干嘛 你 对不对 把媒体做得一流 如果你会乐器 如果你会唱歌 加入到敬拜团呢 你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力气大 下次把电话留下来 东西运过来了 你来搬呢 有车用起来啊 你开那么好的车 你都自己开开 它有什么意思 你要主动报名啊 每次来聚会 结束的时候 送到地铁站啊 我这里有三个 座位可以坐的啊 你要抱上来 小驴居被耶稣骑上 他就会得荣耀 那么好的车 都自己开开 最多开十年 十五年也报废了 让耶稣坐一回 永远被纪念 哈雷路亚 这个价值就被带到天上 阿们吗 很重要 你越知道 你人生为什么而活 上帝越会加征你的资源 我再说一次 加征你的资源 扩充你的资源 会让你更多 我在讲雅比斯的时候 我讲过这个信息 雅比斯为什么求神 扩张他的境界 他可以这样祷告 圣经说神应允他的祈求 他不是在为自己求 他知道金钱不是目的 金钱是为了一个目的 金钱只是一个工具 为了拯救更多的灵魂 你知道人生的目标计划是什么 如果年轻人 你正在创业的阶段 祷告 把你的公司 把你的事业 分别为圣交给耶稣 把你的职业 分别为圣给耶稣 主啊 这一生都是为了荣耀你的 你扩充我 主啊 让我做得更好 让我更好的被提拔上来 主啊 让我待遇更丰富 主啊 我就可以更好的来投身到神的国度当中 哈雷路亚 你要有这样的祷告 你要有这样的期待 阿们吗 最后我要跟大家来讲的第二点 非常重要 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 从头到尾记载他的祷告 那今天在这个教会 我们相信恩典 我们也相信 我们祷告与神同工 那我要讲的第三 第三 因为时间关系 第三 尼西米是一个有神帮助的人 请听好 我们来看两处经文 尼西米记二章第八节 圣经特别记载 当他决定 要回去建造城墙和圣殿的时候 投入到神的心意计划当中的时候 你知道圣经这里怎么写 他说王就应允我 因我神私恩的手帮助我 这里提到说神私恩的手帮助他 再来看二章十八节 我告诉他们 我神私恩的手怎样 帮助我 并王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奉勇做这上工 还有好多处都记载 私恩的手帮助我 私恩的手帮助我 你知道吗 尼西米在他建造城墙之前 没有什么圣经的记载 可是自从他下了一个决定 要以神的心意为念 以神的计划为念的时候 以神的旨意为念的时候 他的人生就开始充满神 充满神迹 供应 恩宠 恩惠 极大的开始运行 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 你一直想要问说 你们这个神迹 那个神迹 这个供应 那个供应 那个恩宠 这个恩宠 为什么我的一生 没有什么神迹 也没有神的帮助 一点供应都没有 你想要知道答案吗 因为你这一生 都在为自己而活 我前面传到十年 我不能说 我生命中没有神迹 当然我活着就是神迹 我几乎没有经历 超自然的恩宠 几乎没有 自从我回应神 我开始讲别人 不敢讲的恩典信息 我知道 我是面临着阻力的 你传讲真理 你是需要胆量和信心的 当我开始传恩典的时候 传神的心意 恩典 极大的运行 恩典让你恐惧占尽 我就害怕 昨天晚上 我们放了一段预言 你会惊讶 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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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然后继续说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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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Oh my God Oh my Jesus 这是 我真的非常相信 恩典运行 真的 亲爱的众准妹 花点时间 关心教会 不要每天就是 我要 我要财务突破 每天都是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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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没问题 上帝满足你 但是要来干嘛 关心一点神的事 关心一点教会 Hallelujah 关心一下 恩典福音 在中国的事工 神让你看见 让你领受 你已经进来 这个复兴的浪潮当中了 一起祷告 为教会祷告 我们是有使命的 好事要发生了 Hallelujah Amen吗 好吗 我们今天到这边 我们来祷告 好吗 当你今天开始 今天结束之前 我要让你做一个祷告 一起站起来 如果你愿意 从今天开始 来回应神 主啊 我真的 你来预备我 主啊 我愿意来回应你 主啊 我要以你的心为心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今天我要告诉你说 今天开始 新的一年 你将完全不一样 Amen 你会看到突破和超自然的供应 Amen 你会看到神 提升你 加征你 Amen 被征你 Amen 恩宠你 Amen 扩张你 Amen 机会 机遇 领导你 Amen 在神 在人面前的恩宠 都要归在你的身上 Amen Amen 我18岁 就做了传道人 但我今天从来没有后悔 这是神对我的呼召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 我仍然 甚至希望我15岁 就做传道人 当然18岁 做传道人 是神的安排和节选 我没有后悔 因为我知道 我人生在做什么 我把我的光阴 把我的青春 把我最好的时间 我给耶稣 但我在教会服侍 我家人没有后悔 因为他知道 他的儿子 他的丈夫 在做什么 当我传讲恩典 有很多不理解的时候 我也没有后悔 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今天我们是因为 被他的恩典吸引 被他的爱吸引 我们愿意来回应和跟随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爱 我们真的 神太爱我们 除了感恩 除了流泪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 我们祷告说 主让我这一生 让我有限的光阴 让我有限的岁月 让我这一生 主啊 不是白火的 主啊 让我在地上 不是为了上班而上班 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不是为了挣钱而挣钱 弟兄姊妹 如果只是停留在世界的追求 外在的追求 你仍然会有一个空虚和不满足的 只有追求耶稣 你的心会真正得到满足 耶稣是你最大的满足 耶稣是你最大的财富 耶稣是你永远的财富 耶稣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无价之宝 祢的看起来 祢的花在我心 使我脚步不偏离 你我走这人生的一路 祢的爱在我心 祢比与我同行 牽我的手走下去 主啊 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献给你 回应你的护照来爱你 坚持一生不骗你 主啊 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献给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一起举起双手 所有人一起来 你的花在我心 使我脚步不偏离 使我走这人生的路 你的爱在我心 你必与我同心 牵我的手走下去 主啊 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献给你 回应你的护照来爱你 静止一生不骗你 静止一生不骗你 主啊 我要跟随你 静止一生不骗你 将我一生献给你 求你 求你 求你是我做你的器皿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静止一生不骗你 静止一生不骗你 使我今天能够站立在这里 感谢耶稣的爱 感谢祂的保守 感谢祂的看顾和拣选 我们来献上感恩的祷告 我们来向神来感恩 我们也祷告说 主啊使用我成为祢的器皿 让我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 我们也一起举手 为着新生命教会来祷告 为着中国恩典福音的教会来祷告 我们每一句的代道 每一次为教会的举手 上帝都看见 无数的人在捆绑当中 无数的灵魂需要拯救 需要福音 需要神的爱 你身边的人需要福音 你的同事需要耶稣的爱 你的亲人需要耶稣 我们来祷告 主啊使用我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主啊来恩告我 祝福我 提升我 扩张我的境界 好大 rebozn 呦 祝福你 impres że 我需要 需要 感谢我 Sing 我们来的爱 感谢我 于你 离用我 希望 在我心 使我脚步不偏离 陪我走这人生的路 牛姊妹 主已经找到了你 你的爱在我心 你比与我同情 牵我的手走下去 好不好 从头再来你的爱 你的话 你的话在我心 使我脚步不偏离 陪我走这人生的路 不要惧怕 谁爱你 你的爱在我心 你比与我同情 牵我的手走下去 主啊 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写给你 我一生写给你 我一生写给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我一生写给你 我一生写给你 主啊 我要跟随你 耶稣 我跟随你 将我一生写给你 我一生写给你 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 我一生写给你 将你的爱分享出去 好吧 最后一生写给你 牵手 牧师要为你来祝福祷告 我奉主的名 我看到神要扩充你的2019 他要提升你 意想不到的恩宠 让你惊讶 惊讶 惊讶 再惊讶的 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 哈雷路亚 神要祝福你 与你同在 他的爱 永远与你同在 祝福每一位 也祝福每一个家庭 祝福每一位手中的工作和事业 奉耶稣的名 祝福你在职场 满有恩高 说话有权柄和能力 你的生命将要影响无数的人 来认识耶稣 复兴已经开始了 末后的收割已经开始了 上帝要使用你的五柄二语 上帝要纪念你的五柄二语 要无限地放大它 放大它 放大它 神要加征加征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一千倍 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 感谢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平安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